念佛可禀难 清朝时候的吴山 有一家算命馆 算命先生名叫吴元生 吴先生除了为人指点迷经外 同时也喜欢劝人念佛 平常人如果是能把一句 却阿弥陀佛佛号念的好就是上等的好命人 吴先生您说的可是真的 句句实言 好那从今后我要做好命人 努力用功念佛 那太好了 有时候吴先生也会对人说起自己念佛的真实感应 说起来 我这个命还是念佛念回来的 怎么说呢 那是我年轻的时候 原来吴元生是辉州地方人 年轻的时候常在苏行一带做生意 有一次他在虎丘遇到了一位出家人 这位居士请留步 师父 可是在叫我 有句话 不晓得您愿不愿意听 师父 您且说 居士相当的有善根 只可惜二十九岁那一年会遇上一场水呢 当时吴元生听了心中非常害怕 就请求师父教他免除灾难的方法 那位师父想了好一会儿才说 你从今后应当戒杀放生 并且虔诚念佛 加持大悲咒 或许可以眠呢 吴元生听了以后 就每天照着做 丝毫也不敢懈怠 同时 他又想到念佛的好处 就经常劝人念佛 到了他二十九岁那一年 因为要赶回家乡 吴元生就在江竿这里搭船 吴大爷 您快点上来吧 船要开咯 吴元生上了船 船上连同他一共有十七个人 这位先生 您这趟是回家啊 是啊 您呢 我也是要赶回家去啊 船行走了数十里 有的人互相闲聊 有的人闭目养神 这时候 忽然刮起狂风 并且涨起潮来 凶猛的巨浪不断袭来 眼看着船就要翻了 这时候 吴元生忽然想起师父告诉他的话 急忙合掌念佛 才一会儿功夫 船就翻了 所有的人都掉落海中 在昏迷中 吴元生听到有人说 吴元生劝人念佛有功 可以免除这场灾难 当吴元生张开眼睛 发现自己已经被渔夫救了起来 手中 手中紧紧握着那串 平常技术用的念珠 因此 吴元生就来到了吴山 开了这家算命馆 借着谈论命理 向人介绍佛法 后来 杭州一带的念佛风气非常兴盛 城市和乡镇之间相互感化 许多男女老少都喜欢念佛 大家都说 吴元生的功德实在大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